有小夏威夷美誉的保坑径溪間 向來都是因為環境清幽 吸引不少行山客游覽 但近日那裡竟然遭人蓄意破壞 原來有自私精擅自在捉蹄養魚 截斷向下流溪水 到底小夏威夷在哪裡呢 它其實是臨近將軍澳村 一些小瀑布的統稱 而保坑径就是上小夏威夷的一段路 由保林港鐵站起步 沿保坑径上去僭建魚市的位置 都是十多分鐘 現在來到保坑径這裡 看到溪間果然有個小圍牆 擋著溪水向下流 牆外亦有用紅漆寫的字 寫著池內有甘雨,請勿亂丟石頭 不過池內其實沒有甘雨 池內只看到有水喉管和混濁的死水 池邊骯髒、骯髒 有燒淨的香和溶淨的海氣 溪間附近中李奇多了一個碩屎平台 跟如此一樣 平台也貼了政府通告 要求潛建者在3月9日前清走潛建物 本來優美的溪間 現在霧燕脹氣 有人都說很心痛 以前有很多水 有很多水 有很多水 這裏如果是夏天 這裏好像有少許瀑布 現在沒有 現在上面可能還有 但這裏截了 以前有很多 比較自然 有機會如果結構不好 突然間山龍步伐就衝得很厲害 本身有棲息的小動物 可能就未必有在那個地方生存 在飛法漁池附近 我們發現一個小排屋 在門口已經感受到好迎賓 因為我們看到一個招財貓 和一個曼絲羽衣的瓷公仔 裡面也看到布置得非常精緻 爬屋放滿色深栽培的鮮花 也有氣球裝飾 相信就是用魚池邊的海氣罐吹起 屋內還有桌椅 和健身器材工游人享用 屋主落足心思打造山景Party Room 但游人的評價就很兩極 其實它是給人家休息 這裏的深圳出發點不錯 是不是多人行山 走到這個位置都會血一血 是呀 我就必定 我覺得這個行為不好 那你僭建和原來的環境 已經不一樣了 僭建就不行了 政府也說不可以僭建 如果每個人都在這裡搭一些東西 就… 遲些人上來住了 是呀 雖然不知道僭建如詞 和鵬屋的人本以為何 但他們這樣做 除了影響自然風貌 還是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隨時會被檢控的 大家不要以身試發